3 4 1 2 3 4 1 2 3 4 2 我这些队员比较感动 小魏我们都叫他小妈 解肠癌 做手术 是吧 完了那是静脉血栓 那是最害怕的 我都担心 我说你要疼 你就注意着点 你就连运动量那就小点 然后他说陪团你放心吧 我自己能找个好吗 刚开始很多阿姨都排斥的 现在一个月之后 所有的阿姨都坚持下来 都接受了 而且都进步特别大 阿姨的能量特别足 就是不像是 不像是他们那年轮段 有特别特别感染 所以我们跟他们练舞的时候 我们都有见 就像妈妈一样 一样多了九个 你把手捐的你把手给我 完了我往里拽 1 2 3 1 2 3 2 3 1 2 3 张普琴她老母亲八十多了 其实现在还不能动她 家里边还扔不下 每场演出都不辣 而且考琴从来没有迟到早退 她是我们这里边出行力最好的 刚开始指的是这样 所以说总这么练 总是天天天天的 真是得坚持 坚持以后才能这样事 其实到这个年龄了 也就是这样事的活法 得积极向上了 乐呵一天 就是少一点 大夫女生走 大夫女生走 从2006年九大妈家会艺术团成立至今 队员们都有不小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不知名到知名 这天艺术团的成员在准备第二天到朝阳县老年托馆中心 慰慰演出需要的服装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箱子 有一个阁 这个阁的话就都装着 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库房 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 是吧 什么也没有 然后呢我们就买那个3块钱一米啊 就是那个采气布啊 我们自己脚自己做啊 你像这个啊 这就是装饰布 装饰布的话呢 然后我们自己跑到沈阳 沈阳完了跑到500街到那去批发 很不容易啊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东西吧 你看了吗 这都是多少年了 现在已经都不行了 粘了 粘完之后就掉了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做的呢 是吧 最开始 而且我们眼睛也都花了 不带镜子也看不着 你看这全都是我们自己缝的 我们做装饰布 这都是装饰布 都是用扇子 把它拆拆了 每个人几组往上缝的 所以这都是手工 纯手工 纯手工 但是很快乐 每一次我离家走 一步一回头 音乐 我老酒啊 让我回回头 回头我忘记妈妈的泪摘收 每一次我离家走 不用玩了 没有了 2 1 2 1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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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9 6 4 6 西方清的衣服你们就不用穿了 穿方正步 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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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的姐妹们全是穿这样的衣服 马上就开始穿了 好歉 总统统统统统的接船